真的很离谱耶 真的我们全台湾这么多2300万人 这个我们的行政院挑人才 挑人选用人 好像这用来用去都是这些人 即使有人负了政治责任下了台 但是其实他根本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根本没离开 那这到底算负什么政治责任呢 先来看看最新消息 前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 丁丁回国行政院了 丁丁是个人才吗 很多网络上都在这样子的反访 还记得吗 去年11月发生什么事 才4个月前 因为屋指牛肉面又来牛 还有打筒鞭等等一头拉骨的事件 所以惹出了轩然大波 丁一鸣当初事件发生之后 三天他请辞也获准了 辞去离开了发人人的职务 但现在被爆出 搞了半天 人来丁一鸣呢 这个发人人的职务是辞了 但是呢在三月又要回锅了 当然有几职的顾问呢 比较的是检院官 月薪将近11万元 而且其实他根本从来未曾离开过 离开发人的职务之后 他还是用幕僚的身份 根本在行政院继续进进出出 指导媒体跟网络相关的事物 跟他原本其实差不多 网友痛批 这当然算哪门子的辞职呢 好 检院到底是把检院当成什么 好 绿色难道就真的是发大财的颜色吗 对此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承 也有话要说 他们说丁一鸣呢 因为具备中央跟地方政府的丰富力 劣劣 所以呢这次聘任 主要是需要他的专长跟经验 反正讲了很多 就是说又要把他聘回来就对了 你能接受吗 好 如果不能接受 刷加一高速营秀 好 如果有其他想法 加二留言告诉螃蟹主播等等呢 都会来点点名 而苏贞昌期待丁一鸣经历 先前的事件之后要继取教训 而且呢要积极认识 好 尽赶快呢 这个要做个幕僚的职责 要尽力 总而言之就是让他又回来了 民众这个检举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觉得说 那这个事情有必要 跟行政单位查证一下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来特别很含蓄地问了一下 前面的部分呢 行政单位当然他就推脱了 那但是等到最后一次我们开始觉得他有问题呢 就是因为他用了一个理由呢 是讲说这个是牵涉到个资 牵涉到个人资料 所以呢他不能够这个揭露 那大家都知道 立法院是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的一个监督的部门吗 那立委呢在问证的时候呢 有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你如果说你是机密资料 你就可以讲说他是机密资料 可是你不能够用这个理由来回避 或者推脱 所以当我们听到他这个回答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这中间是有怪的 怪异的这个情形 那他的原由最主要是因为这样 那至于我个人的一个评论呢 我认为说他的回国 苏魁呢 如果认为他的辞任是不恰当的 他就应该第一个不准嘛 那他也应该跟大家反映说 为什么他应该留任的这个理由 但是如果是为了虚谎一招 就是先让他下台之后 然后再用别的名义再让他回国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对的 因为这个基本上面来讲 他就是等于欺骗我们全民嘛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苏魁 他其实应该出面来说明 到底他原来的发言人 跟他现在做的事情 到底差异性是在哪里 为什么是非他不可 一定要这个第一名 然后其他的 我们台湾其他的民众 那他不适格吗 或者是公务人员他不适格吗 民众的疑虑呢 应该就是说 怎么会有一个犯错的人 他的官是越深越高的 那是不是将来呢 也是大家都应该要持续的犯错 因为犯错之后 他就能够管越深越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看到那个民众的反应 是好像是讲说 是不是台湾真的成了一个选颜色 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你也不用像什么这个苦毒啊 通通不用 你只要找了一个颜色对的人 跟着他 那你就是会飞黄腾达 那我觉得这个全部都是一个错误的讯息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的官场潜规则 请辞只是为了战壁风头 失业永远都还有别的位置 可以去做 那丁一鸣我觉得他就是释放假讯息 而且打击店家的信心 其实他已经犯法了耶 针对一个犯法的人 就民进党没有去追究 监察院没有去调查 反而头一转 华丽转身 那又变成顾问 他是要顾什么问呢 是教导如何释放假讯息 如何打击业界的信心吗 我觉得民党真的很瞎啦 你们是没人啊 是没人可以用 全党没人才了吗 所以不断的资源回收再利用 真的让人家觉得啼笑皆非